再往上来,这个组织解膜和Muracy之间结合的就比较疏松了 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一个剪刀 用剪刀的尖向上慢慢的去推行 这是边推行边分离 也可以用剪刀呢,可以在分离不动的时候剪刀去给它一个钝形的撑开 也有人呢,喜欢用棉签向上分离 但是棉签呢,它不能进行一个撑开这个动作 所以来说,我喜欢用剪刀进行一个向上一个推行的分离 通常是先在键膜的身面向上分 两三毫米之后就形成一个键膜和Muracy之间的一个复合体 然后呢,单独在Muracy之间的身面把键膜和Muracy之间分开向上去就可以了 因为前期它们的融合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是要用电烧来进行一个分离 然后再往上来,这个组织呢,解门和Muracy之间它结合的就比较疏松了 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一个剪刀 用剪刀的尖向上慢慢的去推行 这是边推行边分离,也可以用剪刀呢,可以在分离不动的时候剪刀去给它一个钝性的撑开 也有人呢,喜欢用棉签向上分离 但是棉签呢,它不能进行一个撑开这个动作 所以来说,我喜欢用剪刀进行一个向上一个推行的分离 我们都知道,联克机膜刀呢,是位于这个穹龙向上方 大约2-3毫米左右这个位置 它的上键提机和上植机 它的联合的一个机膜组织 所以来说呢,它们的融合的位置呢 就在穹龙的上方2-3毫米 我怎么样来判断穹龙呢 我判断穹龙呢,我就会把它的上键给提起来 让穹龙这个位置呢,进去一点空气 就可以判断出它的穹龙的准确位置来 像上在分离大约3毫米左右 就可以看到正后的位置 大家现在就可以看到正后的位置 这时候呢,正后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想要找选的联合筋膜 大家现在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发凉 发白的位置,就是正后的位置 提起来,然后让它进来一点空气 大家可以看到,当我提起上键的时候 进来一点空气 然后呢,就向上推 然后推到这个空气 最终空气不能在活动的位置 就是它的穹龙的位置 现在提起来就是穹龙的位置 这个目的呢,因为靠近切口圆 这个入腹呢,我不允许它参与 重简单元的形成 因为呢,越靠近简而这个地方 它的入腹呢,会在这形成 当我们睁眼清的时候会形成堆积 会形成一个反折 所以我要进行一个去除 同时呢,我要对它一个 框架壁的一个横行的张力呢 进行一个解除 我会做一个框架壁的一个重性的离断 然后呢 把它框环呢,进行一个 横行的跃速力的一个释放 同时呢,我会对它进行一个 插流的框架脂肪和框架脂肪的背膜 进行一个向下方的延长 这样呢,可以更好的参与 这个脂肪在眼周的滑行的功能 实际上呢,也有人建议我 对这个脂肪呢,不能称为一个滑行 称为一个滚动会最好 这样呢,它将它皮肤和TG肩膀之间 不要有粘连形成 这样呢,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滑行